春丽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春军 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还是盛州市支联会副会长 他立足盛州 放眼世界 涌奏领头宴 深耕茶文章 带动农库 共同致富 黄春军创办茶叶企业已经有30多年 时间回到1989年 当时他以年租金700元的价格 租下了石黄镇西西村一个废弃水电站厂房 创办了全县第一家个体私营茅茶加工厂 从此他就一直坚守春泽大地 利丰万家的企业文化理念 一步一个脚印把公司逐渐做大 现在他又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承担社会责任 带动农户共同富裕 我们把茶产业 茶科技 茶文化 这个赛塔统球 这个文章我们的实际的都把它说起来 木杰为止我们这个茶叶 价格不约来 买得更高了 助推农户实际共同富裕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黄春军大胆改革茶叶生产线 投入使用数字化 智能化茶叶生产设备 打造数字化工厂 在效率品质 可持续性方面 带来一系列的优势和技术性变革 提高了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 为讲好春丽故事 黄春军亲力打造春丽茶文化博物馆 把自己三十多年间收集的茶器具 和茶史文献资料与大家共享 让大家一起了解茶史 了解茶文化 在茶文化博物馆 一千五百平方米展区内 展示了茶史区 汕西茶文化区 茶剧展示区 百茶院 公益眼镜区 贸易传播区 茶产业共赴讲堂区七大内容 在这里通过茶产业共赴大讲堂 免费培训的茶农就达到三百五十人次以上 目前春丽茶文化博物馆 已被认定为浙江省乡村博物馆 并且免费向市民开发 作为一个统策工作的五党派政治的议员 我们今后也广泛地跟联络联织 把更多的资源发挥好 联络好 把老百姓支付这篇文章做好 把茶叶文章做好 实现老百姓的共同富裕 让我阴修十月 我们下午得了 是有这种小酷 我们下午得了